她16岁入选南非小姐,曾遭受9年家暴生活,31岁成为单亲妈妈,从此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过着艰难又拮据的生活。 然而,59岁时,她终于成为时代杂志健康版封面模特,67岁时成为美国畅销彩妆品牌的代言人,现在72岁还活跃在T台上。 最重要的是,她培养了三个特别出色的孩子,被众多女性视为成功母亲的典范,她的三个孩子资产都过亿,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当今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 她就是梅耶·马斯克,那么,面对苦难,梅耶选择了什么样的自我救赎道路,在教育子女方面,她又有什么样独特的见解与方法? 你好,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花上十分钟,让思维来一次星辰代谢。 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人生有我》,作者梅耶·马斯克,这本书是梅耶的自传。 谈起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那可以称得上是人尽皆知。 但鲜为人知的是,埃隆·马斯克有一个硬核母亲,梅耶·马斯克,梅耶的经历同样称得上是传奇。 特斯拉的创始人,当今的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被称为硅谷钢铁侠。 她多次公开表示,母亲才是我的英雄,我的成功都来自她的培养和影响。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梅耶的硬核人生故事。 梅耶的原生家庭 梅耶出生于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从小无忧无虑,母亲是舞蹈教师,父亲是骨科医生,还是冒险家。 梅耶三个月时就跟随她父母去过多个国家,两岁时他们全家从加拿大移民到南非定居。 梅耶的父亲每年暑假都会开着自己的小飞机,带全家去沙漠里面寻找失落之城,探索一切未知的东西,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这些勇敢爱冒险的精神影响到他们的子女。 梅耶八岁时就兼职赚零花钱,15岁的时候,她母亲的一个机构需要人做模特,她就开始兼职做模特,没想到这个无心尝试,成为她一辈子的第二职业。 当时,她只是觉得好奇,上台四处走走,比较有趣,她的内心是想接受高等教育,成为营养师。 梅耶的父母教导女儿走路要挺直腰板,正是对方,预示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梅耶遗传了母亲的美貌,父亲的身高,他们给了她最好的教育,她自己又用收入继续接受教育。 虽然她曾经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她至今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如今,72岁仍然活跃在模特行业,还能带来很不错的收入。 直到今天,她仍然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身材和健康状态,每天都在努力。 她相信,就像大部分有成就的人一样,不能单单靠运气。 梅耶曾经的艰难岁月 一个拥有了美貌,良好出身的女孩,父母智慧,自身聪明优秀,本来应该顺风顺水,但她却遇人不输。 梅耶在高中时曾谈过一个男朋友,当时他们分分合合,梅耶发现这个男友背着她在和另一个女孩交往,她提出了分手。 在一次无意中,又遇见前男友,她向梅耶求婚,梅耶拒绝了她。 没想到的是,这个男孩私自和梅耶的父母说,梅耶已经答应了求婚。 此时,刚好梅耶的双胞胎姐姐正在筹备婚礼,她父母就觉得姐妹一起办婚礼更好。 一家人欢天喜地为两个女儿婚礼忙活,远在外地的梅耶直到收到电报让她回去结婚,她才知道这一切。 1970年的南非,电话都还没有出现,信息传递没有现在方便。 恰巧,那时的梅耶事业不顺利,身材胖到二百斤,她觉得没人喜欢她,自卑郁闷,于是下了一个冲动的决定,干脆就妥协按照电报的要求回去结婚吧。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妥协给她带来了九年多的地狱般苦难生活。 婚后,在蜜月中丈夫就开始动手打她,梅耶要照顾丈夫起居,做各种家务,而且所有的开销都是她自己的积蓄。 她想和父母倾诉,又觉得难以开口,度蜜月回来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丈夫并没有因为她怀有身孕而格外照顾,反而让她干很多活,只要做慢了就会骂她。 他们结婚后的三年多,有了三个孩子。 她丈夫甚至威胁梅耶不准同父母及朋友们见面,否则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如果听到有人夸梅耶漂亮性感,她丈夫会当着别人的面暴打梅耶,甚至当着孩子们的面。 那个年代的南非,社会体系和社会形态并不支持女性离婚,家暴属于正常现象。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梅耶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简直是万丈深渊。 在梅耶婚后的第九年,南非终于通过了不可挽回的婚姻破裂法,她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正式离婚。 即便这样,她丈夫依然在等待法律通知期间,拿着棍子在街上追赶梅耶,梅耶逃到邻居家,才躲过一劫。 梅耶放弃了所有资产,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到偏僻的小镇,开始艰难的单亲妈妈之路。 可以想象,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是多么的不容易。 但在艰难在拮据,总比和一个魔鬼在一起生活好。 离婚后,孩子们每个月和他们爸爸共度一个周末,每次她都会把梅耶给孩子们准备的衣服和用品扣下,逼迫梅耶重新花钱买。 而她知道梅耶当时没有钱负担这些额外支出,那是她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好在梅耶的三个孩子都非常懂事,梅耶在做营养师咨询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帮梅耶给客户回信。 每月出去做模特兼职的时候,孩子就在台下看书,有时候有邻居会帮忙接孩子。 梅耶的教育孩子方式 梅耶说,不要过度地保护孩子,要让他自己有担当,去尝试自己热爱的事物。 他的大儿子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埃隆马斯克,他从小记忆力超人,看书几乎可以过目不忘。 他在十二岁时,就显露出对电脑编程的强烈兴趣,他很想要一台自己的电脑。 梅耶那时,经济还是很困难,但仍然花了一大笔钱支持儿子的心愿。 埃隆马斯克在读初中时,他自己用编程技术编出了一套游戏,梅耶鼓励儿子给杂志投稿,最后他得到了一等奖,获得了五百美元奖金。 因为梅耶平常工作特别忙,反而给孩子们比较自由的空间,各自追寻自己的爱好,小儿子对美食感兴趣,女儿对话剧和影视比较感兴趣。 如今,小儿子在美国开了大型的连锁餐厅,女儿开了影视公司,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当年,梅耶在南非事业越来越好,营养师和模特工作收入都在不断提高,她在南非买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再也不用漂泊,居无定所。 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大儿子却想去加拿大,她认为加拿大更适合追求她的编程梦想,小女儿也特别支持大哥的决定。 梅耶有所犹豫,最终她选择支持大儿子的决定,帮她申请签证,给一些亲戚写信,拜托他们照顾17岁的儿子。 当阿隆马斯克到加拿大一年后,小女儿建议母亲去看看,等梅耶到加拿大的三周后,15岁的小女儿先斩后奏,把南非家里的房子、车子、家产全变卖了。 梅耶并没有责怪女儿,之前曾商量过以后都去加拿大,只不过这加快了她下决心。 梅耶后来说,去加拿大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三个孩子的学业都得到了更好的成长空间。 她的三个孩子读大学费用都是各自兼职打工赚的钱,小女儿学的影视专业学费很贵,梅耶养育他们花费了很多心思、精力、金钱,包括她前夫一直和她打官司打了11年。 梅耶到了加拿大过后,一切又要从零开始,由于政策原因,她在南非的收入都被冻结了。 她又重新学习营养师,两个国家在专业技术上会有一些区别,她积极主动地去寻找机会,让自己有一个工作以便养家糊口。 她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谋得了一份讲师的工作,但是这个收入只够他们勉强支付房租的开销。 梅耶又积极地去寻找模特的工作。 在加拿大的第一年,他们所租住的房子,连床和沙发都买不起,孩子们就睡在地下。 梅耶后来通过自己所得的收入又取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她60多岁时互联网刚刚兴起,她便学会用科技为工作赋能。 一方面,她做了自己的营养咨询网站,并利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的咨询业务。 在模特行业梅耶也在积极探索,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自己,巴黎时装周时,虽然没被邀请走秀,但她还是去了巴黎,自费拍摄了67种不同风格的造型,引起了广泛关注。 她也因此成为大网红,被各大知名品牌邀请当封面模特。 年过69岁的时候,她的人气飙升,收入超过很多年轻的妙龄女子,一头标志性的白发,气质高雅,精神绝朔。 在头发全白的时候,她成了国际名模,她的照片曾同时出现在美国时代广场的四块广告牌上,这是很多模特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 她说,直到过了45岁,手头才宽裕,她才真正拥有了人生里的第一套房子,摆脱了拮据生活。 梅耶说,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我人生的每一个十年都比上一个十年更好。 她认为,想要保持健康,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合理饮食。 她为自己制定了非常科学的饮食计划,还严格按照这个计划执行, 比如每天一定要吃早饭,但不能暴饮暴食。 在书里,她还告诉我们,健康的食物从来都不贵,也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法。 说完了饮食,我们再来看看梅耶对金钱的态度。 跟前夫离婚以后,梅耶就破产了,但她还要带着三个孩子一起生活,所以在经济上特别紧张。 但梅耶对金钱的理性态度也是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的。 成为单亲妈妈以后,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经济状况差,就变得悲观,而是靠着微弱的贷款,理智地规划生活。 在当时,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在她的安排下,饮食上的开支是最先要考虑的,也是必须要满足的。 在能够保证孩子们吃得饱,吃得健康以后,其他方面的支出都被最大限度地削减了。 比如,梅耶和孩子们都几乎不买新衣服,孩子们一直只穿校服,她因为工作需要买衣服的时候就去二手店。 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样的生活很辛苦,但梅耶从来不这么想。 她认为,无论有多少钱,只要能尽自己所能,去努力过好生活,并对未来充满期待,就是最好的状态。 而且,她这种不被金钱左右的观念,也影响了她的三个孩子。 孩子们经历了在别人看来非常艰苦的生活,但都非常乐观,自信,不仅很能吃苦,还能乐在其中。 不得不说,梅耶人生中取得的很多成就,其实都是她通过尝试和挑战一点点争取来的,这也是她为什么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重要原因。 梅耶说,除了争取自由和勇于尝试,懂得接受别人的善意,同样可以让人获得能量。 比如,梅耶曾经有一次在大雪天去摄影棚拍照,为了省钱,她选择乘坐公共交通。 拍完要回家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几十厘米厚的雪地里艰难挪动,然后她发现公交车停在了旁边。 她好奇地问司机是不是车被卡住了,司机却说,没有,她只是看到梅耶一个人在步行,所以在等她上车,不然她还要走到很远的公交站牌去。 这个经历让梅耶印象深刻,而且非常感动,因为她被陌生人的善意温暖了。 而这位司机所做的事,不仅为梅耶提供了帮助,还让她更加热爱这个世界,内心获得鼓励与能量。 这位培养出三个亿万富翁的母亲,72岁仍然活跃在时尚界,真正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 她的儿子埃隆·马斯克继乔布斯之后,成为全球科技界的超级偶像。 有评论家称,乔布斯的故事是一段传奇,埃隆·马斯克的则是一段史诗。 前者缔造了一个王国,后者则试图开辟一个新世界。 梅耶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母亲,她的一家各个都是硬核,各个都是传奇,都超级有人格魅力。 梅耶本人的故事更具有感染力,她的一生跌宕起伏,一直在不断折腾,不断探索,一直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她的家庭教育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她是世界上伟大成功的女性之一。 虽然她的儿子埃隆·马斯克非常有名气,但是梅耶在书里并没有过多去描述这个儿子,而是给每个孩子一样的篇幅,只介绍他们的职业。 她说,每个孩子都令她骄傲。 梅耶在书中提出的忠告 1. 尽可能保持积极乐观 2. 走出舒适区,意味着可能会有很棒的机遇 3. 饮食健康,才会让你有更好的经历状态和更多的能量 4. 始终对生活怀有希望,并专注于此,你会因此感到兴奋 5. 越努力,越幸运 6. 如果你并非生而显贵,你需要找到你的天赋,并努力工作 7. 你会经历许多次打击,但是你也会恢复得越来越快 8. 舒适,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9. 走自己的路,不要遵循别人对你的期望 10. 让生命中每一个十年,都比上一个十年更好 人生历经苦难挫折并不可怕 最主要的是心态和毅力要足够强大 在伤口上长出铠甲,在铠甲上开出一朵花 凡是打不倒自己的,都会让自己更强大 生活的磨练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无论是经营事业,还是生活 不管是出身贫穷,还是富裕的家庭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可能会承受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挫折 而每个人面对苦难时 所表现的态度或处理方式会有不同 而这也造就了不同的结果与命运 而梅耶的人生经历恰恰诠释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好了,人生由我这本书到这里就解读完了 听了这本书后,你有什么收获或感想呢? 欢迎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本书的内容 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